第一节战争爆发的背景 1.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的中东形势 1958年2月阿拉伯联邦共和国成立后 埃及和叙利亚于1958年2月合并 国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 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 埃及国名未改仍称阿联 6天战争前后 埃及的国名是阿联 以色列面临南北联合的威胁 1958年7月14日 伊拉克的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 卡西姆将军建立军事政权 卡西姆深受苏联的影响 推出巴格达条约 拒绝美国的军事援助 同样 黎巴嫩和约旦也受到纳塞尔的煽动 1958年春之下 黎巴嫩发生内战 伊拉克军队也卷了进去 黎巴嫩政府要求美国援助 第二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登陆 7月17日 越旦国王侯塞因要求英国派进军队 帮助维持国内秩序 英国答应了他的要求 10月末 美 英两国军队虽然撤出了黎巴嫩和约旦 但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形势仍然极不稳定 埃及和叙利亚两国采取了削弱越旦中立化的政策 1960年8月末 越旦首相马加利在安曼被炸死 侯塞因国王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准备报复 形势一度十分紧张 1961年9月28日 叙利亚取消同埃及的联合 1964年是阿拉伯各国团结气氛建筑成效的一年 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和利用约旦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对此 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表示支持 改变约旦河上游的流向 使之不被以色列利用 这对以色列来说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 1964年11月 以色列空军轰炸了这个水利计划的关键约旦河上游 阿方判断 强行实施计划会引起战争 因而于同年12月放弃了该项计划 1965年5月14日 于伊路撒冷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是纳塞尔所不感兴趣的 和以色列斗争的不是纳塞尔 而是叙利亚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及其下属游击队 这游损于以阿拉伯盟主自居的纳塞尔的自尊心 1966年2月 在一次改变中诞生的叙利亚军事政权 加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66年春以后 在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袭击事件 10月 以色列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但毫无效果 1966年11月3日 以色列军队袭击了约旦的萨姆村游击队基地 给游击队造成亡18人 伤54人的损失 到1967年 在蓄意边境上不断发生袭击和抛击事件 行事更趋紧张 4月7日 双方空军终于交战 叙利亚的6架飞机被击落 5月 袭击事件仍不时发生 以色列领导人的态度 用5月12日纽约时报的话说 是 为了杜绝袭击事件的发生 除了对蓄利亚行使武力外 别无他法 无独有偶 莫斯科 开罗 大马士革 传出了以色列军队正在北部集结兵力 准备进攻蓄利亚的消息 以色列再三要求苏联大使到现场调查 澄清以色列是否真的在集结兵力 但遭到了祖巴钦大使的拒绝 战争的真正根源在克里姆林宫 二 苏联中东攻势时末 六天战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 表现为苏联和美国两种政策的冲突 苏联向中东扩张 而美国阻止苏联这种扩张 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之争中 获得胜利的伯列日涅夫 在出席1967年4月11日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之后 在中东采取了攻势政策 他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密谋策划 编造了苏联谎言 即上文所说 以色列军队正在北部集结兵力 准备进攻叙利亚的消息 把纳塞尔推向了战争 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叙利亚埃及军事体制的建立 64年10月至66年11月 1964年10月14日 赫鲁晓夫下台后 伯列日涅夫总书记 科西金总理 马利诺夫斯基国防部长 三人组成了三架马车式决策机构 科西金和马利诺夫斯基 共同在外交政策方面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马利诺夫斯基认为中国 是苏联的头号敌人 想避免同中东及西欧各国冲突 科西金要求充当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调解人 66年1月成功地使双方在塔什干举行了和谈 而伯列日涅夫却在他的新副国防部副部长 格列齐克的支持下 一心一意地准备点燃中东的火药库 他们首先把冲突制造商叙利亚作为目标 在保守苏联武器秘密的接口下 把苏军谍报部队的要员派到了叙利亚 66年1月 苏联在叙利亚的谍报活动进一步发展 终于在2月23日成功地策划了军事政变 续军总参谋长萨拉罕 贾迪德将军和军队谍报组织首脑穷敌上校 得到了苏军谍报部队的援助 把阿明总统赶下了台 贾迪德将军当了总理哈菲兹 阿萨德将军就任国防部长 3月29日 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 4月18日 贾迪德总理阿萨德国防部长 访问了莫斯科 这样 叙利亚新政权和柏列日涅夫格列七科的鹰派之间的纽带 得到了加强 66年11月4日 叙利亚和埃及缔结了军事协定 不断在以色列边境进行挑衅活动 67年1月 从首饰战略转为采取公式战略 与此同时 柏列日涅夫格列七科又拉拢埃及 11月24日 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了莫斯科 格列七科在同阿密尔会谈时要求埃及把联合国部队从西奈半岛驱逐出去 还表示 如果发生战争 苏联将援助埃及 第二阶段 正当新国防部长 66年11月至67年4月 1966年年中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死于癌症 两派围绕国防部长的空缺产生了对立 苏联最高会议的多数人希望由一个文官担任国防部长 柯锡进的部下 主管国防工业的乌斯基诺夫成为候选人 要使格列七科当国防部长 必须使外部有威胁事 67年3月中旬 格列七科的密室到达开罗 和阿密尔元帅举行了会谈 事后 阿密尔向内塞尔再次建议 让联合国部队撤离 纳塞尔向科西金探寻苏联的真正意图 科西金对此大吃一惊 立即将外交部长 葛罗米科拍往开罗 3月29日至4月1日 访问开罗的外交部长告诉纳塞尔 苏联并不要求撤出联合国部队 苏联将任命乌斯基诺夫为国防部长 任命乌斯基诺夫为国防部长的决定于4月3日公布 4日 元帅级的代表团对这一决定表示怀疑 科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 4月7日 以色列边境上空发生了叙利亚六架米格战斗机被击落的事件 8日 一伙苏联陆军军官拜访了苏联首脑 他们举出叙利亚米格飞机被击落的事件 要求任命格里奇科元帅为国防部长 4月11日 科西金、波德戈尔内终于接受了这个要求 同意格里奇科任国防部长 就这样 博列日涅夫把心腹格里奇科安插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 掌握了克里姆林宫的主动权 实际上 4月7日的米格基被击落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4月6日 当出席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葬礼的叙利亚代表团回国时 来机场送行的人中有苏联空军的巴托夫大将 据说这同事件的发生是有关系的 第三阶段 博列日涅夫发动中东攻势 67年4月11日至67年6月5日 4月11日 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力召开了欧洲共产党会议 同一天 博列日涅夫派遣共产党书记恩俱叶格里契夫为特使访问开罗 叶格里契夫同清苏派的阿里、萨布里和沙拉维、古梅耶等人举行了会谈 席间 两人对叶格里契夫断言阿密尔元帅的军事计划将得到他们的支持 纳塞尔的心腹海卡尔认为 4月11日的古梅耶、叶格里契夫会谈是进入战争的转折点 4月27日 纳塞尔为了解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意图 派安瓦尔、萨达特出访苏联 4月29日 萨达特挥舞了科西金 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莫斯科既不要求也不希望中东发生武装冲突 5月4日 萨达特启程到北朝鲜访问 5月12日 他又回到莫斯科 这时他发现克里姆林宫的空气变了 5月5日至11日期间 伯利日涅夫、格里奇科和军队的谍报部门首脑密谋策划 制造出了苏联的谎言为了让纳塞尔相信以色列进攻叙利亚的谎言 同时为了排除科西金和波德格尔内的反对 也需要这个谎言 这个谎言何许获色 它不过是尼曼报告的翻版 1957年 以色列军队的情报部副部长尼曼 曾经论述以色列所面临的各种威胁的可能性 对以色列的社会、经济、心理、军事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他在报告的结论中断言 叙利亚和埃及如进攻以色列短期内能获得胜利 5月13日 波德格尔内给刚从北朝鲜归来的萨达特看了伪造的文件 14日午后 萨达特一回到开罗 立即向纳塞尔做了汇报 他认为 过去克里姆林宫反对埃及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而现在迫切寻求战争 同一时间 苏联的间谍 埃及的谍报部门首脑萨米 沙拉夫强烈主张萨达特所看到的文件是可信的 在这种形势下 纳塞尔于5月15日决定向西奈增兵 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 从而走上了战争道路 3 美国对苏联中东政策的反应 5月22日 纳塞尔宣布封锁地狼海峡 以色列已无选择的余地 谍报机关摩萨德分析了5月末 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激烈的夺权斗争和西奈半岛危机之间的联系 既然已经知道苏联要向中东扩张 那就只有求助于美国了 外交部长埃班和美国国务院进行了接触 但未得到任何答复 5月31日 谍报部长麦耶 阿米特秘密飞往华盛顿 直奔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处 当时赫尔姆斯刚刚向约翰逊总统报告过 欧洲共产党会议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情况 报告分析说 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变得对西方更加强硬 他们蓄谋在中东制造事端 赫尔姆斯认为 苏联的做法只是想牵制美国向越南大规模介入 并不打算冒合美国冲突的风险向中东扩张 阿米特和赫尔姆斯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 会谈后赫尔姆斯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 以色列如果失败 整个中东有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 6月1日 阿米特被赫尔姆斯介绍给国防部长迈克纳玛拉 迈克纳玛拉听了阿米特对形势的分析后 说明白了 我刚刚听到达阳将军救人国防部长的消息 1965年在他访问越南之后 我曾有机会和他谈话 他是一位善于对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的人 我希望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当天晚上阿米特回到了特拉维夫 并向爱希克尔和达阳 汇报了美国默认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意向 美国的撤肘不再存在了 第二节 以色列军队的战略 作战思想和作战计划 6天战争可以认为 是经过巴勒斯坦战争和苏伊士运河战争 获得新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18年建设的总结 1.战略作战思想 战争指导 1.以色列的敌人是阿拉伯国家 不以其他大国为敌 在阿拉伯国家中 主要敌人是埃及 2.必须打速决战 为此 必须进行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3.必须在联合国和大国介入之前结束战争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战果 巩固国家的存在和消除未来的战争威胁 4.决定以色列国家存亡的关键是军事力量 对国际舆论不可抱有幻想 5.采取内线作战 各个击破阿拉伯国家军队 不同时进行两线作战 尤其是国防部长达阳 潘利弊对叙利亚、约旦同时开战 作战思想 以现代条件下的战争 特别是沙漠地的作战 其胜败取决于制空权的归属 因此 战争初期要通过空军的集中运用 摧毁阿拉伯空军 2.装甲部队是地面战斗的主力 要以骑袭和快速的机动作战席卷战场 不给阿拉伯军队以喘息之机 三野战指挥官必须处于战场的关键地点 成为机动作战的推动力 只要战斗损耗在50%以下 就应该完成任务 四路、海、空鹰协同作战 尤其应发挥空地协同的战斗力 总参谋部应为此创造条件 五情报是战斗力 战役战斗情报和战略情报的连续性极为重要 情报有助于发现决胜点和捕捉战机 六应利用天然屏障保障边境安全 2.兵力 1967年6月4日 以色列军队总兵力已达25万人 其中长备军5万人与备役20万人 陆军25个旅 22.5万人 25个旅中包括9个装甲旅 2个机械化旅 10个步兵旅 4个空箱旅 除这些野战旅外 还有担任地方和边境守备任务的 相当于15个旅 7万人的部队 25个野战旅中 以22个旅边城6个市进行作战 其余3个旅担任后方警戒和作为预备队 战前以色列空军有354架飞机 其中作战飞机为196架 开战时 以色列空军的作战飞机的出动率达到了96% 而埃及空军仅为50% 1963年 获得将军的前任魏茨曼将军制定了战略空袭方案 作战部长魏茨曼为了使同僚理解掌握制空权是先决条件的道理 不得不花费两年的岁月 3.西奈战线的作战计划 以色列军队的作战特点在于 在时间上是速决战 在空间上是内线作战 以军总参谋部在制定西奈作战计划时考虑的三大因素是 1.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2.迅速获得制空权 3.迅速歼灭西奈东部的埃军 这个作战设想是1963年拉宾就任总参谋长后拟定的 实施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早在1965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 以色列空军编队不断在黎明时沿地中海向西飞行 初期埃及空军还能与黎明时采取一个小时的戒备态势 但到1967年中期就不以为然了 这和十月战争前看惯了埃军的动员 演习而丧失警惕的乙军何其相似 西奈地面作战计划是1965年起 担任南部军区司令的加围时准将制定的 计划分四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作战 以塔尔师突破拉法阿里斯海岸公路 以沙龙师突破阿布奥格拉乌姆卡太夫公路 第二阶段作战 将约非师投入塔尔师和沙龙师之间 或者沙龙师的南侧 攻剑埃军部署在第二线朱拜勒利布尼的部队 第三阶段作战 集中塔尔、沙龙、约非各师的兵力于纳赫勒、米特拉山埃 集赴加法三角地区攻剑埃军 第四阶段作战 向苏伊士运河前进 并占领沙姆沙伊赫 对于南部军区司令部作战计划中的第四阶段作战 向苏伊士运河前进 国防部长达阳在开战前曾表示反对 其理由是 乙军在西奈半岛的前进不能超出米特拉基第一线 如果再向远处前进 战后就有极大可能被拖入到消耗战争中去 各师下下三个旅 兵员1.5万人 塔尔师下下两个装甲旅 一个散兵旅 一个侦察队 坦克250辆 约非师主力是两个装甲旅 每个旅各装备100辆百人队长是坦克 沙龙师的骨干是一个装甲旅 装备150辆谢尔曼 百人队长是坦克 一个步兵旅 一个散兵旅 南部军区加为石准将所指挥的部队总兵员7万 坦克750-800辆 这些于5月中旬动员的部队采取了欺骗行动 这是缜密的作战计划的一环 三个师隐蔽的集结在内阁夫沙漠的西北 一部兵力进行机动 似乎是要突破西奈半岛的中部 就像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那样 第三节 先发之人的突然袭击开战经过 决定开战 这是国家的重大决策 它意味着国家从平时转入战时 古往今来 国家转入战争的过程因时代 国家以及战争性质的不同而不同 但事实上 在决定开战之前 也存在另外多种解决事态的方法 当今的危机处理 说起来也就是处理那些 使当事国面临危机时不至走上战争道路的方法 避免或遏制开战决定 诱导选择其他方法 六天战争中的开战决心 介于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过早的开战决心 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过持的开战决心之间 在六天战争前的危机事态中 以色列的决策者经历了何种过程 走上战争的道路 而没有做出其他抉择呢 现在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1967年6月5日晨 准确的说是以色列时间上午7时45分 以色列空军同时出动 去轰炸埃及的十个机场 他们首先轰炸了其中的九个机场 几分钟后轰炸了第十个机场 不到两个小时 埃及空军就被摧毁 六天战争的胜利大举一定 至此 开战前一个月开始的重大危机和以色列政界 军界首脑的苦恼宣告结束 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 危机逐步激化 它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 最后发展成六天战争 第一时期是从1957年3月 以军从西奈半岛撤退至1966年中期 这是一般的敌意和宣传活动时期 第二时期是从1966年秋至1967年5月10至14日 这是阿拉伯游击队活动进入高潮的时期 第三时期是危机期 埃及政府于67年5月13至14日 采取了军事行动 啊 以之间由过去十年的一般对立状态 发展成另一种性质的冲突状态 在第三时期 以色列采取的措施是 下达动员令 推迟军事行动 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 斗开战 具体可分为下面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5月14日至5月18日 面临战争威胁阶段 第二阶段 5月19日至5月22日 担心战争爆发阶段 第三阶段 5月23日至5月28日 努力避免战争阶段 第四阶段 5月29日至6月4日 定下开展决心阶段 第五阶段 6月5日至6月10日 国堪进行战争阶段 以下该要说明 在第三时期中的第一到第四阶段 以色列是如何发展到 定下开展决心的 一 第一阶段 5月14日至5月18日 面临战争威胁阶段 以色列的决策过程 始于5月14日夜晚 以军情报部长亚利夫 向总参谋长拉宾报告 埃及地面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 总参谋长拉宾 于15日辰 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总理艾希克尔 会上商议的结果 决定军队向内阁夫沙漠的停战线 正面增派一个旅 外交部长埃班 报告了美国及英国大使提供的情报 这两个国家认为 埃军的动向 不过是一般的示威行动 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 会议达成了和这一报告相同的结论 16日 举行了内阁例会 会上一致认为 这次纳塞尔采取的行动 是政治威胁 而不构成军事威胁 但是会议也认为 有可能发生不测事态 因此应该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内阁会议结束后 立即发布了 对部分预备役进行动员的命令 这就是1967年危机中最初的决策 达阳将军认为 事态是严重的 他表明了这样的见解 纳塞尔不久将要求联合国部队撤离 并且将会封锁地狼海峡 当地时间16日22时 埃及伊布拉辛 沙卡为准将向联合国部队指挥官李基赫中 将递交了要求联合国部队3400人撤离的信件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收到这份报告一小时后 决定答应埃及的要求 吴丹的决定遭到了谴责 在17日16时的联合国会议上 南斯拉夫和印度支持吴丹的决定 加拿大和巴西表示反对 18日19时 吴丹把同意撤离联合国部队的信件 交给了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库尼 埃军已向西奈半岛增派了一个师 并逼近停战线 17日 以色列军政首脑召开了四次不同人员参加的会议 所有会议都判断埃军的动向 并不预示战争将要爆发 而只不过是纳塞尔的对以色列的遏制行动 18日 以色列政府要求撤回撤离联合国部队的决定 总理 外交部长 军队的情报部长分析了形势 他们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为期不远了 2 第二阶段 5月19日至5月22日 担心战争爆发阶段 5月19日对以色列的决策者们来说是决定未来动向的重要一天 联合国部队于19日16时撤离完毕 形势急转直下 总理和军界首脑在总参谋部商讨事态的对策 会上研究了反空袭计划和采取了从欧洲紧急采购武器的措施 在此之前 军队的情报部长亚利夫报告了埃军的动向及兵力 内容是 埃军出于侦察目的不断侵犯领空 西奈半岛的兵力已达坦克500辆 兵员4万 一个步兵旅和两个装甲营的也门军队正停泊在苏伊士港 准备向西奈半岛出航 总比对报告的第三点内容感到困惑 他担心地狼海峡可能遭到封锁 这个也门军队准备出航的情报 使以色列做出了第二个决策 5月19日下午下达了大规模动员的命令 外交部长埃班指出了目前以色列面临的三个问题 埃军在西奈半岛集结 埃军驱逐了联合国部队 叙利亚在煽动人民战争 这给以色列带来了危机 至5月20日 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西奈 哎 以两军已直接接触 20日上午 总理和总参谋长赴西奈前线视察 当天 埃及散兵部队降落在沙姆沙伊赫 埃及海军也沿苏伊士运河 向沙姆沙伊赫南下 接到这些情报 达阳将军飞往西奈前线 21日上午7时30分 军政首脑研究形势的发展 回上 总参谋长拉宾报告集结在西奈的埃军 已达8万人 外交部长埃班的看法是乐观的 他认为大国将采取行动 制止纳塞尔封锁地狼海峡 然而22日夜里 纳塞尔在西奈半岛的要冲击服加法 宣布封锁以色列舰船进出的地狼海峡 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 以色列曾因埃及封锁地狼海峡 而决心开战 现在历史又要重演了 3.第三阶段 5月23日至5月28日 努力避免战争阶段 5月23日凌晨4时30分 总参谋长拉宾向总理汇报了纳塞尔宣布封锁地狼海峡的消息 从上午9时起 召开了有在野党领导人参加的国防委员会会议 政府方面参加的有 总理 外交部长 部管部部长加利利 教育部部长阿兰内 内政部长夏皮罗 在野党方面参加的有 梅纳赫姆 北京 西蒙 佩雷斯 摩西 达阳 郭尔达 梅厄 军方参加的有 总参谋长拉宾 情报部长亚里夫 作战部长魏茨曼 会议在听取了了总参谋长的全面介绍后 讨论了需要紧急决断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美国建议的 以色列48小时内 暂缓向亚喀巴湾派出船舶 进行示威性通航的问题 会上达洋提出 应该给美国以他所希望的48小时 48小时后再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 会议的结果是 与会者多数接受了美国的提议 并同意不要求美国海军护航 会议还同意国防军发布预备以全面东援领 其次是关于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 即是否应该立即打通地狼海峡和攻击埃及集结在西奈半岛的军队 会上达洋指出 现在的问题不单单是占领加沙地区或是打通地狼海峡的问题 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同纳塞尔进行武力对抗 埃及封锁地狼海峡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封锁本身 而是师徒显示 以色列是不能抗拒阿拉伯世界的 这才是纳塞尔的本意 只要纳塞尔不打消这个念头 形势还会恶化下去 总参谋长拉宾认为 占领沙姆沙伊赫是可能的 但并不可行 可行的方案是摧毁埃及空军和占领加沙地区 事实上 开战日定的是5月25日晨 根据这个指示 南部军区积极进行了准备 24日下午5时 开战时间被推迟了24小时 总参谋长拉宾因并表示 要辞去所任职务 结果获准休息数日 由此可见 每个人对形势的认识和解决方案是不同的 总之 在5月23日 军队为施加要求立即开战的压力 在5月23日上午9时召开的国防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 做出了三条决定 这是第三次决策 一封锁地狼海峡 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 二有关军事行动的任何决定 均推时48小时实行 在此期间 外交部长弄清美国的真正意图 三载适当时机派外交部长会见美国总统 5月24日 中央政府外交部长埃班发来了难于即刻了解美国真正意图的报告 伊加尔 阿龙强硬要求总理立即发动军事行动 总参谋长拉宾也同意阿龙的意见 那么 美国的态度如何呢 23日 约翰逊总统的声明如下 亚卡巴湾是一条国际航道 封锁地狼海峡是非法的 也是对和平的潜在威胁 以色列只要不决定单独行动 他就不会孤立 以色列如果想在任何事情上都得到美国的援助 那就应该对主动的敌对行动负起责任 我们相信 以色列不会采取这种行动 而内塞尔在27日的演说中指出 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消灭以色列 事情不单单是以色列的问题 还有他的后台美国的问题 假如以色列胆敢侵略埃及或叙利亚 对以色列的战争就将发展为一场全面战争 5月27日的以色列内阁会议 被迫要对开战问题做出决断 国内群情激昂 要求采取军事行动 人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觉得再等下去只能使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陷入疲惫状态 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国防军的动员已达一周之久 国家经济部分瘫痪 被动员起来的普通市民强烈要求政府做出某种决断 二对国家领导人的失望之感有增无减 总理埃希克尔已成为众矢之地 人们越来越怀疑他的管理危机的能力 三路军师家强大压力 要求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发动越迟 人员物质损失越大 四事情越来越清楚 埃班通过外交活动所取得的大国的支持 已逐渐变成一张空头支票 伍纳塞尔依然在使侵略行动升级 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军队也集结在以色列边境附近 疯狂叫嚣消灭以色列 这五个包袱沉重地压在以色列内阁18人的肩上 苏联政府似乎要掩饰自己的幕后策划者面孔 在5月26日由柯西金署名的信件中写道 苏联政府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手段 不使目前的事态发展为军事冲突 不管边境地区的军事形势如何 也不管问题多么复杂 重要的是找出非军事手段的解决方法 5月28日是以色列不得不对和 还是站做出决定的日子 从凌晨30半至5时召开了内阁会议 会上出现了主张立即开战和主张48小时后 再行决定的两种对立的意见 表决的结果是酒票对酒票 谁也没压倒谁 即使是主张立即开战的人意见也不一致 本古里安主张只限于解除地狼海峡的封锁 北京主张主要的问题不是地狼 而是集结在西奈的部队 但总理决定推迟做出决定 28日 美国总统对苏联的动向判断是 如果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 苏联将支持受到进攻的国家 可能是基于这个判断 美国总统对以色列的动向极为关心 美国强调 以色列不应该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假如发动了 一切责任应由以色列承担 法国总统戴高乐 在致爱希克尔总理的信件中 告诫以色列默认纳塞尔造成的继承事实 英国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 希望以色列继续进行外交努力 同时美 英两国还针对纳塞尔的封锁地狼海峡措施 积极地制定着国际性的舰船护航计划 西德和加拿大两国向爱希克尔总理表示 他们同意这个计划 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 28日下午30至80 召开了内阁会议 会上决定继续进行外交努力 这是第四次决策 晚九时 爱希克尔、阿龙、与飞 同军界首脑举行了会谈 军队要求立即开战 推举达洋为国防部长的浪潮 已经势不可挡 四、第四阶段 5月29日至6月4日 定下开战决心阶段 这个阶段可细分为两段 5月29日至6月1日为前一段 6月2日至6月4日为后一段 前一段是国内因素其主要作用 特别是要求开战的压力越来越大 国内的知识界人士、工人、学生 甚至妇女纷纷请愿要求开战 5月29日 形势更加动荡 爱希克尔总理 在国家危机关头的领导能力 被作为问题提出 人们要求他不要兼任国防部长 把这一职务交由达阳将军担任 5月30日 危机又进了一步 埃及、约旦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条约连同1966年11月 埃及、叙利亚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使以色列不得不对付三个方向的威胁 30日晚 工党、工人、联合党联盟正式决定 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 并反对爱希克尔留任总理 31日16时30分 爱希克尔、达阳举行会谈 达阳要求担任国防部长 或者总理兼国防部长 或者野战军司令 同日二时时 纳宾、爱希克尔、达阳三人会谈 内定达阳任南部军区司令 但是 6月1日 西蒙·佩雷斯提出 达阳如不参加政府 他将不与各党派联合政府合作 1日10时至15时的会议 一致通过达阳将军 担任国防部长 外交部也已不再对军事行动持有意义 6月1日21时30分 各党派联合政府成立 这是第五次决断 后一段第一天是6月2日 用新任国防部长达阳的话说 这一天对于发起行动 既过早也过迟 3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个事件 一个是伊拉克军队和埃及军队到达了约旦 另一个是法国发表了对以色列武器禁运声明 再一个是收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 5月30日给爱希克尔总理的信件 信的内容是 我必须强调 以色列有责任不采取敌对行动 以色列只要不独断专行 他是不会孤立的 我希望以色列保持领土完整 我已告诉埃班外交部长 美国为确保以色列及其邻国的和平与自由 将尽可能地给予有效的支援 我还想强调同别国共同行动的必要性 我们领导人在美国不单独行动这一点上 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美国还补充说 以色列应采取的行动取决于他自己 美国的这一意见被埃班亚了数天 而没有向政府报告 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的感觉是 以色列即使主动挑起战争 美国也不会把他视为非友好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也就不会介入 6月4日 国防部长达阳 对阿军展开的兵力 做了如下估计 西奈方向 第一线兵力10万 预备队6万 坦克1000辆 空军飞机480架 叙利亚方向 兵员5万 坦克200辆 空军飞机100架 约旦方向 兵员5至6万 坦克250辆 空军飞机24架 6月4日 以色列内阁会议 经过7个小时的讨论后 终于决定开战 前一天3日 作战计划已经得到批准 决心通过集中运用 空军实施先发之人的突然袭击 去夺取胜利 这是第六次决断 6月4日 以色列动员的兵力已达25万 其中22.5万人士 入军兵力 预备一战20万 第四节 孤注一掷的空袭 六天战争中航空兵运用的特点 表现在出战时的集中兵力 和统一指挥上 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魏兹曼准将避免空军 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空军那种偏重防尸作战的运用 开战时未留任何预备队 把100%的作战飞机都投入了进去 魏兹曼认为 以色列防御的成败取决于它能否迅速摧毁主要敌人埃及的空军 而取得制空权 这正如他所说的以色列最好的防御在开罗上空 5月31日达阳仪就任国防部长 魏兹曼就向他汇报了整个作战计划并取得了他的批准 计划主要内容有四点 迅速摧毁埃及空军 席卷西奈半岛 打败埃及地面部队 解除对地狼海峡的封锁 在此之前 5月25日8时 作战部长已向艾希克尔总理汇报过作战计划和作战准备情况 并得到了认可 6月5日晨可使用的作战飞机共196架 另有12架飞机按刺激编队在空中待机 5日以色列时间上午7时 埃及时间上午8时 这里是指埃及下令式 某些国家法律规定将各地的标准时间 在夏季提前一小时或半小时 这种时间称为下令式 例如埃及 美国等在夏季都提前一小时 按世界时区划分 I以军属东二区 标准时间一致 40架幻影师和神秘式飞机 从以色列起飞 在地中海上空向西飞行 几分钟后 第二批40架飞机起飞 又过几分钟后 最后一批40架飞机起飞 这些飞机在具海面30至500英尺的低空飞行 途中改变航向南下 与埃及时间上午8时45分 同时轰炸了9个机场 几分钟后 轰炸了另一个机场 四机编队的飞机 在7分钟的时间内向各自的目标投弹一次 机枪扫射3至4次 第一波次离去3分钟后 第二波次继续攻击7分钟 对于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目标 攻击回程 准备再次攻击所需时间在一个小时之内 对一个目标80分钟内实施8个波次的攻击 这种集中攻击使埃及空军在开战初期的三小时内 有300架飞机被炸毁在地面上 埃及空军的350名飞行员中有100名因此而丧生 以色列空军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突然性和准确性 使用了三种炸弹 500磅炸弹和1000磅炸弹 用来破坏射尸和跑道 还有一种是指破坏飞机不破坏射尸的特种炸弹 主要使用在攻击阿里士机场 因为以色列空军不久要使用这个机场 攻击时刻选在上午7时45分 是获得成功的又一原因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刻 是出于下列四点考虑 伊埃军在三周前就已将兵力集结在西奈半岛 戒备状态已过了高峰 埃及空军每天拂晓 有数架米格21飞机处于半代名状态 有一杠两架米格21飞机在空中巡逻 埃军从过去以色列空军在拂晓进行的飞行训练情况分析 认为这段时间突袭的可能性最大 这段时间只要一过 二至三小时后 埃及的雷达就关机了 以色列情报部门获得了这个情报 判断上午7时30分是埃军戒备最松懈的时间 二以往在拂晓进行攻击训练时 飞行员在出机前三小时就得做好登机准备 没有睡眠时间 飞行员坚持36个小时 到开战后第二天黄昏才解除战斗值班 睡眠必然不足 确定第一批飞机的攻击时刻为上午7时45分 飞行员可以睡到凌晨4时 三幅小时尼罗河地区多5 7时30分物可消失 8时世界最好 此时太阳的位置对于准确轰炸机场跑道有利 4为什么必须是7时45分呢 8时或者8时15分不是也行吗 埃军高级将领 通常于上午9时上班 在此之前的15分钟 将军和指挥人员都在上班的路上 而且这个时间是埃军飞行员飞行训练中 难以发挥战斗力的时间 上述情报都被以军情报部掌握了 他们的工作集中在 使空军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上 从开战几个月以前 以色列的侦察机就不断从高空对埃及的雷达 进行了侦察 他们发现埃及的米格飞机在10分钟之内不能起飞 有时甚至需要用26分钟 对约旦 叙利亚的空袭是在午后进行的 对安曼机场是在12时15分 对马弗拉克机场和大马什格机场是在下午30分 仅6月5日一天就轰炸了25至26个基地 以色列空军为此而获得了制空权 叙利亚和约旦的地面部队失去了进攻能力 埃军虽然部署了20个萨姆二导弹连 但面对以空军的攻击不能立即做出反应 才仅仅发射了6枚导弹 以军在米特拉山埃以西缴获了9具萨姆二导弹发射架 第五节西奈战线 以军通过开战时的战略空袭获得制空权后 于以色列时间上午8时15分开始进攻西奈半岛 埃军在拉法阿布奥格拉里十三角地区部署了三个师 并构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 对此 以军由北而南使用了塔尔师、约非师、沙龙师三个师发起进攻 另一个旅进攻加沙地区 以曼德勒旅进攻孔蒂拉正面 一、进攻拉法加沙地区 埃军在加沙地区部署了第二师师 在拉法阿里斯地区部署了第七师 以阻止以军向海岸公路突进 特别是拉法地区 这里是交通要冲 是通向加沙、阿里斯、奥甲三方向的中心 拉法的防御由第七师的一个旅担任 拉法的正面构筑了十公里宽的防御阵地 设置了地雷厂和铁丝网 阵地的后方部署了得到122毫米炮兵旅 和一个100毫米炮兵营加强的第七师的另两个旅 塔尔师长认为正面进攻困难 决心从汉尤尼斯方向实施包围 沙米尔、戈南上校 十月战争时的南部军区司令 指挥的第七装甲旅负责进攻汉尤尼斯正面 阿维伦上校指挥的装甲旅负责进攻右翼 艾坦上校指挥的散兵旅从两旅中间进攻 戈南旅以百人队长使坦克营为先导 巴顿使坦克营随后跟进 承纵队向汉尤尼斯开进 步兵营和配属的混成营在队伍后面担任预备队 戈南旅在突破埃军的炮火封锁和反坦克火往后 继续向舍贺、祖维德推进 戈南上校正准备挥师进一步向阿里斯前进时 收到了塔尔师长命令他抽掉一个营 进攻拉法的电报 遵照命令 戈南上校命令一个营转向拉法 命令主力占领阿里斯以东八公里处的杰拉德阵地 艾坦旅在拉法进行立场白任战之后 占领了埃军的核心阵地 并继续向舍贺、祖维德进攻 左侧的阿维伦旅企图从埃军阵地南翼实施包围 因而以一个机械化营从正面进攻 以两个坦克营向迪南翼前进 先头的坦克营错误认为到了埃军南翼而发起了进攻 以后又将进攻方向转向北面 不料在其南侧还有埃军的阵地部署着一个营 这个阵地构筑巧妙 隐蔽在沙丘之中 当阿维伦旅的后续坦克营尾随先头营转向北方进攻后 埃军的南翼部队便从背后向该营进行了激活射击 使以军、坦克营险于一片混乱 而后 后续坦克营进至埃军炮兵阵地附近 企图攻占该阵地 此时恰逢请求志愿的飞机到来 摧毁了这个炮兵阵地 而后 后续坦克营又破坏了埃及第七师防御地狱的后方 击毁了两个坦克连40辆 塔尔师长所以要戈南上校 抽一个营去进攻那法 是为了支援苦战中的阿维伦旅 阿维伦旅在战斗中死伤250人 埃军死伤数百人 阿维伦旅对部队重新进行编组后 扫荡了埃军残存的支撑点 直到5日深夜方结束战斗 在5日的战斗中 埃军第七师防御地狱落入以军之手 埃军伤亡2000人 以军伤亡500人 以军在拉法地区的进攻路线 1967年6月5-6日 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占领阿里什 以军援计划以空降 登陆 地面进攻相结合的协同作战 攻占阿里什 但由于总参谋部重视对耶路撒冷的进攻 决定将古尔上校的散兵旅 转用于耶路撒冷方向 因而戈南上校独自担任了攻占阿里什的任务 6日凌晨3时 戈南旅到达阿里什郊区 50油料补给车到达 加油后发起了进攻 经几小时的小规模战斗 占领了阿里什 对加沙地区的进攻 是由雷谢夫上校指挥的加强步兵旅担任的 6月6日夜12时45分 加沙地区落入以军之手 2、阿布奥格拉战斗 在1956年的阿布奥格拉战斗中 乙军被迫进行了一场苦战 苏伊士运河战争一结束 乙军总参谋部就对阿布奥格拉战斗 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他们向现场派出了研究小组 调查了阵地编程情况 制定了对策 而且在一年一次的指挥参谋课程的图上演习中 阿布奥格拉阵地的进攻战是内容之一 演练了对苏联时防御阵地的进攻方法 担任进攻阿布奥格拉任务的沙龙将军 在开战前作为陆军的训练部长 一直负责指导这种训练 埃军也运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经验教训 他们在阿布奥格拉构筑了苏联式的防御阵地 以第二步兵师的两个旅担任防御 特别是乌姆、卡泰夫阵地 是由一个旅手背的极为坚固的阵地 在用钢筋水泥浇灌的攻势组成的三道防线 长五公里、宽一公里、前方设有警戒阵地 并加强以地雷厂和铁丝网 阵地是由防坦克支撑点编成的 支撑点内配备有各种防坦克武器 自行火炮以及隐蔽在地下的T-34、T-54坦克 在卢瓦法水坝设置的阵地属于第四道阵地 阵地上配置了6个122毫米炮兵营 还集结有装甲铝90辆 在库赛马部署有一个铝的部队 企图阻止乙军向阿布奥格拉迂回 沙龙师下下一个装甲铝 一个步兵铝 一个散兵铝 6个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兵营 6月5日上午8时15分 从奥甲附近发起进攻 在乌姆、巴塞斯首次遇到艾军抵抗 艾军一个T-34坦克连在那里防守 惊小规模战斗后撤退了 继续前进的沙龙师在乌姆 泰勒帕再次遭到抵抗 6月5日下午30序 沙龙师的侦察队禁至阿里什阿布奥格拉公路 为阻止艾军增援 而切断了阿布奥格拉西北侧的公路 同时向乌姆、卡泰夫阵地和库赛马阵地的中间地区 派出了侦察营 阻止艾军的相互增援 孤立乌姆、卡泰夫阵地的措施完成后 沙龙师开始向该阵地进攻 谢尔曼是坦克营和机械化步兵营从正面进攻 百人队长是坦克营 越过人们认为不能逾越的沙丘地区从北面实施包围 他们的计划是 趁百人队长是坦克营 对阿布奥格拉公路交叉点附近实施牵制性进攻时 阿丹步兵旅的三个营分头突入乌姆 卡泰夫阵地的第三道房间的切豪 扫荡豪内挨军 在此期间 谢尔曼坦克营从正面进攻乌姆、卡泰夫阵地 然后随阿丹旅加强包围态势 这个进攻计划从6月5日日迷后 乙军两名侦察人员向埃军炮兵阵地散降时开始 乙军炮兵于5日黄昏向前推进 待夜幕降临后开始射击 下午时时30分起 进行30分钟的炮火准备 在此期间 阿丹旅的三个营程图玻璃上校的庄甲旅 实施牵制制机 从北面突入第三道房间的嵌号 坦克连在步兵营后面跟进 未便于部队间的夜间识别 坦克连和步兵营的夜间标示 是各自携带的红、蓝、绿三色闪光灯 与此同时 空降营也分三批程直升飞机 降落在埃军的炮兵阵地上 破坏了火炮及车辆等 至此 埃军乃溃败 在此之前 禁止阿波奥格拉附近的百人队长是坦克营 一直在等待主力发起进攻 进攻乌姆 卡泰夫阵地的战斗一打响 百人队长是坦克营 就攻击了阿波奥格拉的卢瓦伐水坝支撑点 接着向乌姆、卡泰夫前进 前进是小心翼翼的 这是因为他们还记得1956年阿波奥格拉战斗中 所发生的坦克部队与有军相物纪的教训 6月6日凌晨33时分 希尔曼市坦克营突入乌姆 卡泰夫阵地时 晚于预定计划 在工程兵排除阵地内地类的同时 坦克营担任扫荡阵地的任务 同一时刻 图伯利旅长收到了两坦克营营长 关于受到射击的报告 于是命令希尔曼市坦克营停止射击 这次坦克射击是 加基卡泰夫阵地的两个坦克营之间的误设 在此之后 正在卢瓦伐水坝附近集结的 埃军坦克部队开始向乌姆 卡泰夫阵地方向移动 图伯利装甲旅的两个营 等候在埃及坦克部队的前进路上 同正好禁止当地的岳飞市的塞拉旅一道 击退了埃军坦克 埃军损失了40辆坦克 开始撤退 乙军损失了19辆坦克 沙龙准将准备向下一个目标 纳赫勒和米特拉山埃推进 这样 不到12个小时 阿布奥格拉阵地被沙龙师占领了 3 埃军溃败命令撤退 战争初期 以色列空军的突然袭击 震动了纳塞尔总统等埃军首脑 尽管在5月末至6月初的危机破禁情况下 埃及曾预料以色列会发动突然袭击 但这次还是受到了巨大冲击 埃军总参谋部竟得不知所措 西奈的防御部队得不到应该进攻 还是应该防御的命令 只能眼睁睁看着以军进攻而束手无策 由于以空军在短时间内实施了多批次的攻击 埃军还误认为是美国第六舰队的舰载机来袭 埃军这样判断是有其理由的 一是因为他们收到了安曼的通报 说越旦军队的雷达在克里特岛方向捕捉到了大编队 他们还考虑到美第六舰队的电子侦察船 正在阿里什和塞的港北面数英里海面上游异 接收和干扰着埃军的通信 再一个重要的证据是 被俘的以空军飞行员携带的高分辨率的航空照片 埃军认为 以空军没有这种技术 只有美、苏两国的间谍飞机才能拍摄这种照片 而苏联是不可能帮助以色列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证明美国是以色列的同谋 他们想到5月28日美国政府曾施加强大压力 要纳塞尔总统绝对不要进攻以色列 苏联也和美国一样的施加压力 要埃及不要诉诸战争 认为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的进攻 是同美国合谋搞的这种判断 使埃军首脑们又一次重温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应 罚两国军队参战的噩梦 6月5日午后 阿米尔总司令越过西奈防御司令穆尔塔吉将军 同西奈的各市长直接通了电话 以便掌握情况 他还一再催促穆尔塔吉向阿博奥格拉和阿里什派出增援部队 但未被重视 6月6日晨 他收到阿博奥格拉陷落和以军正向阿里什前进的报告 埃军总参谋部仿佛陷入了噩梦 一种恐怖质感由人而生 美国是否要在苏伊士运河和尼博河三角洲登陆 尽管没有任何征兆表明美军要在上述地区登陆 但参谋们和阿米尔本人不能不为此担心 这种恐怖趋势阿米尔总司令和1956年是一样 做出了要西奈防御部队撤退的决定 阿米尔总司令既不向纳塞尔报告 也不征求参谋们的意见 他武断地向西奈防御部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命令仅仅两个字 撤退 师长多数是政治军官 他们很会利用时机 他们向下属部队传达了撤退命令后 便首先登上汽车向伊斯梅利亚方向逃去 埃军的弱点在高级军官 埃军从突然袭击的冲击下恢复过来 是在阿米尔总司令下达撤退命令后 在此之前 总参谋部的参谋们正在研究 人案计划实施作战的问题 他们认为 埃军经过反击 可以在利布尼和萨玛带之间阻止以军前进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吉大家法 米特拉山岸 吉迪山岸以东 阻止以军前进 可是就在这时 阿米尔总司令突然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这使参谋们和部队陷入了混乱 奉命撤退的部队 既不知道撤退的顺序和路线 又得不到掩护 在以军的快速追击下 遭到了惨重损失 为使阿米尔收回撤退命令 埃军总参谋部的三名 民参谋要求直接与阿米尔面谈 五日以来 阿米尔独自一人关在司令办公室里 拒绝和参谋们接触 调查部长穆斯塔法 古马尔少将 作战部副部长纳西哈少将 何利哈德 侯赛尼少将三人 会见了总司令 他们说 阁下的撤退命令 只能使部队陷入混乱 请您立即撤回这个命令 阿米尔总司令 同意下达停止撤退的命设 可是这时 第三师和沙子里师已经撤退完毕 第二师 七二六个师也正准备撤出防御地狱 停止撤退的命令已是马后炮了 6月5日晚 阿拉伯各国在巴格达召开会议 决定对美 应两国实行石油禁运 同时 纳塞尔关闭了苏伊石运河 四 下令追击 6月6日晚 南部军区司令加围时 将塔尔 约非 沙龙三市长 召到司令部 共同讨论下一步的作战指导问题 埃军已正式开始撤离西奈 如不立即转入追击 将很难在苏伊图运河以东捕捉到埃军 但是 在公路很少的西奈 容易陷入正面推进式的追击 为此 加围时司令命令塔尔师和约非师 莽突吉夫加法 吉底山埃 米特拉山埃三条公路 不给埃军已构筑阵底封锁公路之机 沙龙师 塔尔师和约非师一步展开 在宽大正面上突进 作战会议结束后 三名师长乘直升飞机返回各自的尸部 沙龙回到了纳赫勒 塔尔和约非去利布尼 继续讨论七日以后的作战问题直指天明 各旅长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 塔尔师延通往吉夫加法的北路突进 切断伊斯美利亚公路 约非师延南路突进 封锁吉底山埃和米特拉山埃 这个决定得到了司令的批准 6月7日凌晨 塔尔师的前卫戈南旅开始向哈马突进 戈南旅攻击了后腿中的埃军第三部兵师的后卫部队 占领了哈马 7日下午 阿维伦旅禁至吉夫加法 旅长阿维伦命令 MX坦克营先出发 在吉夫加法西侧的高地上建立起防御态势 切断了伊斯美利亚公路 另一方面 戈南旅与哈马战斗后 在阿维伦旅后面西进 并在禁至吉夫加法附近后 调头向南 企图包围埃军第四装甲师 但是此时第四装甲师已经撤离完毕 戈南旅的包围扑了空 约非师沿哈萨纳萨玛带吉底 公路突进 7日凌晨4时 沙德尼旅主力绕过哈萨纳西进 上午9时许到达萨玛带 旅长沙德尼虽然向吉迪山埃 和米特拉山埃方向各派出了一个营 但半数坦克因油料用尽 而不能继续前进 7日下午6时许 旅长沙德尼随9辆坦克 一起到达米特拉山埃东端入口 它的后面 使数量伴侣带式车辆 和排击炮部队 旅长沙德尼率领仅有的兵力 在山埃东端附近 以伏击方式 对撤退的埃军进行了集洗 埃军的车辆 集聚在山埃东端入口附近 下在此时 以色列空军对埃军的车队 使用火箭和凝固汽油弹 反复进行了攻击 埃军的成百成千台车辆 均集在一起 无处机动 其活者颇多 沙德尼旅也不断发起急洗 但到七日晚八时 旅长沙德尼向师长约菲报告说 他的旅已完全陷入埃军的包围之中 激动困难 师长约菲立即下令塞拉旅援救沙德尼旅 并向该旅补充有料 塞西奈中部北部的追击作战 1967年6月6至8日 拉旅于8日晨到达米特拉山埃 对沙德尼旅进行了支援 沙龙师由于地形障碍和埃军辐射的地雷 而未能于6月8日呼啸前到达纳赫勒 沙龙从曼德勒上校处得知 孔迪拉 萨玛德的埃军第六装甲师 正向纳赫勒方向撤退 于是便命令坦克旅向纳赫勒急进 切断该师的退路 8日上午时时许 两个坦克营赶到纳赫勒后 刚刚进入伏击态势 便同撤退下来的埃军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四个半小时后 沙龙部队和曼德勒旅击毁了 埃军坦克60辆 野战火炮100门 车辆300台 埃军死伤数百人 5000名士兵溃散了 5 进军苏伊士运河地区 以色列上校指挥的支队 沿海岸公路西进 与七日晨 到达坎塔拉附近的苏伊士运河 以色列上校向塔尔师长报告了情况 国防部长达阳 收到塔尔师长 关于部队到达运河的报告后 命令以色列支队 自运河撤退20英里 这使达阳担心 占领运河地区 会遭到国际上谴责 而采取的措施 在其他战线 尚未达成作战目的的情况下 达阳想避免国际上施加的停战压力 以色列旅虽然撤到了鲁玛纳 但八日晨又接到从鲁玛纳 向苏伊士运河前进的命令 以色列旅在坎塔拉以东十公里处 和埃军坦克部队进行了战斗 埃军逐次撤退 九日晨以色列旅绕过坎塔拉 沿运河东岸南下 中午过后 该旅在伊斯梅利亚对岸附近 和塔尔市的戈南旅会合 并归其统一指挥 在米特拉山埃方向 九日凌晨两时去 塞拉旅到达运河地区 夺取了九个完好的萨姆二导弹基地 沙德尼旅也于九日拂晓 到达运河地区 空降部队降落在苏德尔角 然后南下 在九日中午 与自沙姆沙伊赫北上的散兵部队 在阿布扎尼玛会合 这样 除复阿德港的沼泽地带外 西奈半岛都落入乙军的控制之中 在四天的战斗中 埃军伤亡数为 士兵一万人 军官一千五百人 被服输为 士兵五千人 军官五百人 装备损失了百分之八十 损失的七百辆坦克中 有六百辆被击毁 一百辆被乙军缴 此外 埃军还损失了一百门野战火炮 五十门自行火炮 三十门一百五十五毫米炮 一万台车辆 装甲车 以军的损失为 亡三百人 负伤一千人 被击毁的坦克六十一辆 一 开战前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六月 开战前 约军实力为 八个步兵旅 两个装甲旅 四至五个独立机械化营 和若干个炮兵营 兵员五点五万 约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以守势行动为主 部署了八个旅 西岸地区分为 北部的撒马里亚地区 和南部的米迪亚地区 耶路撒冷地区 对越旦的作战 主要是在撒马里亚 复杂地形上的战斗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地战斗 以军在面临危机时 采取的作战指导方针 是在越旦和叙利亚方向 保持防御态势 理由很简单 主要敌人是埃军 在对埃作战的胜负趋势没看清之前 应力必同越军和旭军交战 国防部长达阳一上任就强调 在越旦和叙利亚方向上采取手势 避免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 总参谋长拉宾于6月4日 下达了对埃军实施先发之人的进攻的命令 而对中部军区司令却命令其坚持防御态势 但中部军区司射纳尔基斯考虑到 万一需要对耶路撒冷实施战术性进攻时的情况 要求给他增派两个旅 这两个旅是机械化旅和散兵旅 此时由于侯赛英国王对开罗进行了访问 5月30日阿拉伯军事同盟业已成立 埃军决定向约旦派遣三个突击营 埃及的里亚德将军也已抵达约旦 6月5日星期18时30分 以色列政府通过联合国停火林都委员会主席奥德 布尔将军转给侯赛英国王一封信 信中说只要约旦不首先发动进攻 以色列就不会进攻西岸地区 布尔将军说国王是在上午10时收到这封信的 可国王说他在上午11时之前没收到这封信 5日上午8时50分 侯赛英国王通过开罗电台的广播 得知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进攻 十分钟后 埃及的里亚德将军收到了阿密尔将军 发自开罗的电报 埃军击落了以色列的75%的入侵飞机 有效地阻止了以军在西奈半岛的前进 阿密尔要求里亚德在萨玛里亚和朱迪亚地区迅速开辟第二战场 里亚德将军立即与约旦陆军副司令纳塞尔将军和总参谋长阿密尔 古马斯将军举行了会谈 并与九时向国王做了汇报 5日上午9时至9时30分 侯赛英国王和埃及里亚德将军举行了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发动进攻作战 但是空中和地面地正式进攻 推迟到了5日上午11时 11时30分续 两个美式155毫米流炮营 对特拉维夫附近的军事设施 和捷宁西北的北部最大机场拉玛特 达维德开始了临京的炮击 刚刚到达的埃及突击部队 也同时开始向以色列的卢德机场方向渗透 这究竟是根据里亚德将军的命令 还是根据他与约军首脑的协商结果 人们不得而知 二、耶路撒冷的战斗 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 使耶路撒冷城分成了两部分 新城为以军所占领 旧城由约军死守着 中间设立了无人区 拉上了铁丝网 成为彼此间的缓冲地带 在六天战争爆发前的18年里 双方从未进行过和平谈判 一直尖锐地对立着 旧城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的圣地 主要居民是8万阿拉伯人 新城人口为10万人 主要是犹太人 以色列打进耶路撒冷的这个蝎子 一直受着三个方向的威胁 斯科普斯山一带 是1948至49年战争中 以色列保下来的至高地带 根据停战协定 120名以色列警察在联合国部队的监督下 每两个星期一次向那里的居民供应生活物资 另一块飞地是联合国停火监督委员会 驻守的非军事区 从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时期 联合国监督委员会总部就设在那里 担任旧城守备任务的 是塔勒王指挥的第27步兵旅 该旅是国王的直属部队 不归西岸地区司令阿塔 阿里准将指挥 他下辖三个步兵营 一个抛兵团 一个攻兵连 从大马士阁门至弹药山 构筑了最为坚固的阵地 由阿塔 阿里所最信任的第二营担任守卫 在旧城的城内 由西岸地区出身的人 组成的一个营守卫着 大马士阁门至西安山一带 由阿卜杜尔古地 至联合国京都委员会所在的山丘 由一个联守卫着 其余的两个联 作为预备队 集结在旅部附近 十八门野战火炮 部署在橄榄山东北部 旧城部署有二门120毫米迫击炮 击部车在106毫米午后坐立炮 40毫米防空火炮 旧城内没有坦克 阿塔 阿里指挥的兵力有5万 进攻耶路撒冷的最大目的是 占领旧城 中部军区司令 纳尔基斯的攻占 耶路撒冷计划如下 本阿里的机械化旅 进攻耶路撒冷北部的至高地带 阻止拉马拉或捷里科方向增援 阿米泰上校指挥的步兵旅 以一半兵力守卫新城的边界 以其余兵力占领阿卜杜尔和切断 旧城与伯利恒之间的联系 威胁杰里科 故而散兵旅负责占领旧城 这是中心任务 本阿里旅于6月5日日梅后开始进攻 先是夺取了雷达山 接着于6日凌晨4时 攻占了比蒂地区 六时近抵拉马拉公路交叉点 排除了北侧威胁 阿米泰旅也按预定计划 对阿卜杜尔发起了进攻 先后占领了至高地带 联合国部队驻守地区和萨巴尔 散兵旅旅长古尔上校 于6月5日上午10时 收到了准备进攻耶路撒冷的命令 于下午2时 又收到向耶路撒冷 派遣一个营的命令 最后整个旅都投入了战斗 古尔上校从地形和防御阵地的部署情况 充分地了解到攻占耶路撒冷 绝非一事 加之各级指挥人员 对耶路撒冷的敌情 地形部署 因此下令对耶路撒冷周围的敌情 地形进行侦查 进攻耶路撒冷的时间 虽然已经改为6日凌晨2时 但总参谋部要求 推迟到上午8时 在空军支援下进行 中部军区司令纳尔基斯 向总参谋部反映进攻目标距离耶路撒冷太近 不是已实施航空火力支援 部队已经完成了进攻准备 要求进攻开始时间仍然定为凌晨2时 他的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 实际上 在5日下午11时后 乙军已经对耶路撒冷和斯科普斯山之间的谷地 和新城北端的越军阵地开始了炮击 特别是对警察学校和弹药山进行了密集的压制射击 夜间射击是在新城和斯科普斯山的探照灯照射下进行的 约军肆意觉察到 乙军将要发起进攻 因此以直升飞机 对纳布鲁斯公路附近的翼侧和弹药山进行了增援 6月6日凌晨2时20分 古尔旅主力突破了西驴门和警察学校之间的非军事区 向美国村方向前进 古尔上校的两个连中 一个连在炮兵徐进弹幕的掩护下 向警察学校和弹药山冲击 另一个连向沙伊赫查拉和洛克菲勒纪念馆方向冲击 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 双方伤亡不断增加 配属的乙军坦克也大半被毁 尤其是攻占弹药山成了进攻耶路撒冷的最大难关 乙军的半个营飞死即伤 约军全体阵亡 6日拂晓 以空军对耶路撒冷北侧炮兵阵地的攻击结束 古尔旅打通了纳布鲁斯公路的抵抗阵地 禁止大马士阁门 对越旦一方的旧城的城墙开始了炮击 越军的防御虽然坚固 但乙军仍然于70至80突破了美国村地区 并恢复了铜斯科普斯山的直接联系 古尔旅到达了奥古斯塔 维多利亚山下面的谷地 6月6日日美后 古尔旅再次进攻旧城北侧 企图首先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 但由于遭到约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的射击 部队陷入了混乱 古尔上校只好暂时停止进攻 重新组织部队 约军将集结在捷里科的一个步兵旅调来增援 前卫刚刚到达奥古斯塔 维多利亚山就被以空军发现 在空中和地面火力的打击下 这支徒步纵队遭到了毁灭性损失 越军在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是很惨的 旧城内有一个步兵营守卫 城外有一个步兵营守卫 橄榄山和奥古斯塔山 6日夜 耶路撒冷守备司令阿塔 阿里准将判断行事不利 命令奥古斯塔维多堪亚守军后撤 这一夜 在乙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约军完成了后撤 其实这是阿塔 阿里准将已通过电台广播得知 约旦和西岸的约军大部分已退至东岸 6日夜进攻奥古斯塔 维多利亚山失败的古尔上校 放弃了当夜继续进攻的打算 和参谋们一起制定次日骤奸 重新发起进攻的计划 7日晨 中部军区司令叫来了古尔上校 督促他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之前攻占旧城 古尔上校当场汇报了进攻计划 并要求予以批准 计划的内容是 以第一营从斯科普斯山方向包围奥古斯塔维多利亚 第二营沿古地前进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 这两个营阻止越军从杰里科方向增援 在此期间 第三营从背后攻占旧城 突破口选在南面的狮子门和圣斯蒂分门两处 7日下午7时 以空军轰炸了越军已经撤离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阵地 同时还轰炸了橄榄山后方谷地的炮兵阵地 接着以军炮兵转入压制射击 第一营发起冲击 占领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和橄榄山 控制了杰里科公路 古尔上校乘坐半旅带式车辆 指挥第三营和坦克营严谷地 进至狮子门附近 九十五十分 古尔上校命令尖刀排向斯蒂分门前进 主力跟进 古尔上校进入斯蒂分门后 会见了越旦政府有关人士和耶鲁撒冷市市长 他们告诉古尔 他们并不想坚守耶鲁撒冷 7日上午十时15分 纳尔基斯司令和巴列夫将军在枯枪前 同古尔上校会合 第三营的士兵迎着偶尔射来的枪弹占领了城内 这样 乙军在军事上几乎未受到什么抵抗 就占领了旧城 从感情上来说 这是犹太人自六天战争以来 所取得的最大胜利 古尔旅站在枯枪前的消息 随着无线电波迅速传到以色列人民中间 7日下午两时 阿弥太步兵旅攻占了马尔 埃利亚斯阵地 接着又位于抵抗占领了伯利恒 7日黄昏占领了西部伦 在此之前 本阿里上校于7日晨占领了辣马拉 在攻占耶路撒冷 辣马拉 西部伦的战斗中 以军王200人 伤600人 约军死伤达1000人 撒马里亚地区的战斗 约旦和西岸地区的作战任务 由中部军区和北部军区负责 北部军区总兵力共7个旅 负责黎巴嫩 叙利亚 约旦三个方向 司令埃拉扎尔以一个旅部属在黎巴嫩方向上 两个旅部属在叙利亚方向上 一个旅部属在以约边境附近 佩莱德斯三个旅 美旅M4坦克90辆 M48坦克10辆 作为预备队集结在中加利利附近 埃拉扎尔在受领进攻约旦萨马里亚地区 占领达米亚桥的任务以后 命令佩莱德斯于6月5日下午3时 突破捷宁西北侧的边界 科赫瓦旅首先向捷宁发起进攻 阿弗农旅坠机退去的约军后 也从拿撒勒方向转向捷宁进攻 5日日没后 科赫瓦旅的一个纵队 在捷宁西侧于第一个得到155毫米 流炮支援的反坦克队遭遇 经小规模战斗后 纵队绕过这个反坦克阵地继续南下 粤军对乙军的突然进攻大吃一惊 拼命地进行了抵抗 佩莱德斯的坦克部队 到6月6日凌晨30才到达捷宁西南 陆续到达的部队 从捷宁城的西南发起了进攻 科赫瓦中校的庄甲旅 将三个坦克营 100辆坦克 集结在步兵营的后方 用以对付越军第40装甲旅的反击 越军判断 以军进攻方向在捷宁南侧 因而在这个正面构筑了三道反坦克阵地 第一道阵地地形复杂 佑德道反坦克武器支援的步兵部队守备 第二道阵地已有掩盖的反坦克武器为主 坦克可在阵地内机动 第三道阵地 佑德道30辆巴顿式坦克支援的步兵和反坦克武器编程 各道阵地配合密切 越军的防御坚固而巧妙 反坦克武器隐蔽的很好 目标的标定也极为迅速 因此 要攻占捷宁 不消灭阵地内的反坦克武器是不行的 以军步兵部队突入阵地后 越军坦克连立即从两翼实施反冲击 科赫瓦中校为阻止越军的反冲击部队 派两个坦克连加入了战斗 以军就是谢尔曼坦克的105毫米火炮 在1200米的距离上 同巴顿式坦克进行了对射 科赫瓦由于自己的步兵部队受到了压制 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坦克战斗 而又派出一个坦克营加入战斗 终于粉碎了越军的反冲击 越军的其余坦克溃退了 就这样 科赫瓦的步兵营突破了越军的三道阵地 接近了捷宁西南丘陵地带的越军主阵地 6月6日浮晓 从拿撒勒追击转来的阿弗农旅到达捷宁附近 该旅和从南部方向进攻捷宁的科赫瓦旅相配合 对越军采取了夹击态势 当科赫瓦的坦克部队接近捷宁时 越军的反坦克武器又一次开了火 但这次却未能像出战那样展开有组织的战斗 进攻捷宁北侧的警察派出所 乙军也集结了两个旅的兵力 占领时 科赫瓦中小收到了侦察营发来的电报 越军60辆巴顿式坦克正从图巴斯北上 阿弗农旅在对捷宁地区的约军进行扫当后 已撤回 而约军还在顽强地抵抗 科赫瓦旅也自捷宁南端撤退 重新组织兵力南下卡巴提亚交叉点 但此时侦察营已遭到约军的毁灭性打击 科赫瓦旅在开战24小时后弹药 油料已赶不足 士兵也已疲惫不堪 科赫瓦中小要求师长佩莱德 给予航空火力支援 不久 以色列空军向越军发起了多批次攻击 利用这个时间 科赫瓦旅重新组织部队 并补充了油料和弹药 卡巴提亚的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之久 直到6日日没钱 战斗才平息下来 5日 6日 7日三天 实施的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分别为15架次 16架次 97架次 6月6日晨 罗姆上校指挥的庄甲旅加入战斗 罗姆旅的任务是先占领扎巴比德 然后京都巴斯占领纳布卢斯 6日上午时时15分 罗姆旅的侦察连受到了扎巴比德方向 约军炮火的集中射击 侦察连长侦察后报告 扎巴比德附近集结有30辆坦克 罗姆上校虽然到达了扎巴比德 但却未能发现硬币的很好的这些坦克 其实及时发现了 从远距离上进行射击也是很难命中的 这种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6日黄昏 罗姆上校要求师长佩莱德批准对扎巴比德的夜间进攻 佩莱德批准了他的请求 6月7日零时45分 罗姆旅在2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 开始进攻扎巴比德阵地 经小规模战斗后 罗姆旅于7日凌晨30占领扎巴比德 上午9时30分许 开始向最后的目标纳布鲁斯前进 罗姆旅到达纳布鲁斯时 阿拉伯人成群结队的集聚在公路上 他们听说伊拉克军队将从达米亚桥方向赶来增援 可是进入纳布鲁斯的却是以色列军队 阿拉伯人当场被以军解除了武装 罗姆旅立即占领了纳布鲁斯的中心 并向城市的西端派出了侦察队 罗姆上校得到的报告说 据判断在纳布鲁斯西方 有一个营的越军坦克部队在集结中 于是便向纳布鲁斯北方派出了一个坦克联谊掩护北翼 而向纳布鲁斯西面派出了两个坦克营 纳布鲁斯西面地域展开了一场坦克战 时间持续了约六个小时 罗姆上校极力限制坦克部队的机动 射击也限于近距离目标 以求节约油料和弹药 科赫瓦旅 日福校再次对卡巴提亚交叉点发起进攻 阿弗农旅的一个营也同时发起进攻 结果 约军开始向达米亚桥方向撤退 科赫瓦旅未朝这个方向 而向纳布鲁斯方向进行了追击 集结在纳布鲁斯东南侧的约军第四十装甲旅 也向纳布鲁斯增援 七日下午双方展开了激战 但第四十装甲旅的一半坦克被击毁 约军早现了迅速崩溃的征兆 七日下午六十三十分左右 纳布鲁斯战火平息下来 科赫瓦旅的前卫部队在拉姆拉与本阿里旅一个营会合 同时 罗姆上校将侦察营派到达米亚桥 七日深夜占领了该地 这样乙军就将约旦河上的三座桥梁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七日下午七十三十分 侯赛因国王号召人民战斗道流进最后一滴血 但到八十 约旦和以色列都同意了联合国的停战决议 在这次作战中 约军王六百九十六人 伤四百二十一人 被俘五百三十人 另外还有两千人 韩居民在内 失踪 以军王五百五十人 伤两千四百人 第七节 戈兰战线 一 开战前两军情况 1967年5月16日 叙利亚仿效埃及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下达了陆军动员令 但是 以常备军为主的续军 即使在下达动员令后 作战能力也没有较大的提高 仍然以十三个旅的七万人兵力为骨干 十三个旅中 八个旅部署在库奈特拉以南的哥兰高地 四个旅展开在库奈特拉大马士格之间 一个旅展开在滨海的拉塔基亚附近 哥兰高地 由三个相当式的旅群负责防御 第十二旅群负责约旦河的亚科夫乔治库奈特拉公路以北 以南地区由第三十五旅群负责 第四十二旅群在库奈特拉大马士格之间 防守第二先真帝 以军北部军区司令代委 埃拉扎尔少将 十月战争时任总参谋长 下达八个旅 三个装甲旅和五个步兵旅 两个旅对峙在戈兰正面 一个旅指向黎巴嫩方向 其余五个旅自六月五日开战以来 担任越旦和西岸北部萨玛里亚地区的作战 叙利亚战线在战争的头四天内 还是此较平静的 以军炮兵只是在续军炮击时进行一下还击 六月六日 赫尔蒙山附近的续军连击规模的侦察部队 进攻了以色列境内的三个地方 这是续军被试探进攻北加利利地区的可能性 而进行的实力侦察 自大马什格向约旦河运输渡核器材的计划 已经制定出来 但六月六日夜续军统帅部判断 进攻计划已不大可能实施 其主要军事上的原因是 叙利亚空军已经覆灭 在开战后以色列空军掌握制空军的情况下 无论是运输渡核器材 还是机动部队都变得困难起来 加之七日以后 又得到了埃军及约军已经崩溃的情报 这些都促使续军首脑放弃进攻的意图 决定在戈兰高地转入防御 等待停战尽快到来 在以色列一方 北加利利地区的居民强力要求政府对叙利亚发动进攻 在以 于间实现停战的六月七日下午 北部军区司令埃拉扎尔 收到了总参谋部批准八日 对叙利亚发动进攻的命令 但达阳紧接着 又命令将时间推后24小时 六月八日 是叙利亚对联合国停战决议 是同意还是反对 必须明确表态的一天 八日下午五十二十分 叙利亚宣布接受停战决议 停战的生效时间在一天半之后 二 急于占领戈兰 当西奈战线 越旦战线的胜负已见分晓后 以色列便从这两个方向抽掉兵力 于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 开始了对叙利亚的作战 以军使用的兵力共十个旅 其中四个旅从越旦方向抽来 一个旅从西奈方向抽来 六月九日下午 戈兰高地的续军开始权限退却 最先脱离阵地的是军官 以色列为什么在开战后第五天 才发动对叙利亚的作战呢 战争初期的出人意料的重大胜利 使政府的许多部长纷纷要求尽快进攻戈兰 但达阳却迟迟被下定决心 他有两个理由 一是担心苏联介入 二是部队疲惫不堪 进攻戈兰高地的坚固的阵地会增加损失 可是到九日凌晨三时 情况发生了变化 达阳收到报告 说埃及准备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排停战 并已经要求越旦和叙利亚采取同意步调 达阳认为 埃及同意停战 将使以色列能够将西奈战线的部队转到其他方向 而且以色列可以避免在三个方向上同时作战 在越旦战线上 战斗已于6月7日夜停息 达阳立即决定发起进攻 如果叙利亚同意停战 以色列国防军将失去解脱戈兰高地炮击威胁的机会 9日上午7时 达阳打电话给北部军区司令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内阁会议事后批准了这个决定 进攻戈兰的计划如下 埃拉扎尔制定的进攻计划 主攻指向戈兰北部 首先击败提尔法尔·扎拉卡拉的主阵地的续军 而后进攻马萨达·曼斯拉的第二线阵地 从北部方向占领库奈特拉 主攻指向达巴西亚 达达拉 贾拉比那 散兵部队和装甲部队指向南部的陶菲克埃尔阿尔 作战期间 要求空军积极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 约纳上校的戈兰尼旅 和由西奈方向调来的曼德勒上校的装甲旅 负责主攻 这两个旅规附司令丹 南纳准将同意指挥 由约旦方向调来科赫巴中校指挥的装甲旅 担任预备队 这个作战计划是运用空中的和地面的侦察手段 长期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侦察后制定出来的 从军区司令到第一线的排长 没有不熟悉接敌路线和敌情的 3.9日的突破作战 1.两个旅首先突破 曼德勒旅得到戈兰尼旅步兵连的加强以后 于9日11时30分突破边界 攻兵连的8辆推土机在部队前面开路 行进到熔岩的坡路时 被续军的坦克炮击毁散两 步兵部队以迂回的方式击毁了续军坦克 后续的坦克营占领纳姆斯阵地后 本应继续向扎奥拉方向进攻 但坦克营营长却搞错了方向 向萨提布卡拉方向发起了进攻 搞错进攻方向的原因是 他们刚从西奈方向调来 就作为第一线旅参加了战斗 曼德勒旅长发现这个情况后 命令先头的坦克营继续进攻卡拉 后续的坦克营进攻扎奥拉 扎奥拉于下午四时得手 卡拉却因其阵地十分坚固 虽经再三冲击而未获成功 以至最后只剩两辆坦克 9日黄昏 占领扎奥拉的坦克营转来支援后 卡拉的续军防守部队才开始撤退 戈兰尼旅以配属的坦克营为先头部队 突破了边界 主力纵队沿巴尼亚斯公路 向提尔法尔阵地方向前进 应受到该阵地炮火的猛烈射击 进攻一时受挫 续军提尔法尔阵地 构筑有数道欠毫 以反坦克武器 机枪、火炮、迫击炮 编程火网 还有地雷场和铁丝网等障碍 以军约纳旅长要求空军实施航空火力支援 9日 步兵在空军飞机119架次的直接火力支援下 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战斗 终于占领了提尔法尔 续军在这次战斗中 损失兵员1500名 坦克10辆 以军损失兵员150名 坦克5辆 2、九日夜的驻宫 在亚科夫桥南 北的驻宫正面上 屋里、罗姆上校的庄甲旅 于九日日梅后 从达巴西亚北侧地区实施突破 这时 伊曼牛尔旅和加维石旅 正在泰巴列、加利利、湖南方地区集结中 罗姆旅正面的续军 未进行任何抵抗就撤退了 续军于九日午后 兽陵撤退命令 并被赋予防守大马师阁前方的任务 防守戈兰的部队 于九日下午黄昏时分 同时开始后撤 4、十日占领库奈特拉 6月10日晨 戈兰尼旅及后续的科赫巴旅 向巴尼亚斯前进 这两个旅 以主力扫荡了黎巴嫩边境 和马萨达的餐地 同一时间 曼德勒旅和罗姆旅 向库奈特拉前进 12时30分 曼德勒旅到达库奈特拉 十三时许占领该地 在戈兰南部 阿弗农旅于下午三时许 占领了空无一人的陶菲克阵地 然后向拉菲德方向进攻 以一个迎击将夺取了艾尔拉尔 加维什旅扫荡了台巴列 加利利 湖东岸地区 伊曼牛尔旅 也在占领亚科夫桥后 参加了这个方向的扫荡战 在戈兰战线 两天内以军王127人 伤625人 坦克虽然有160辆被击毁 但其中大半又立即修复回到了前线 估计续军王600人 伤700人 被抚 失踪570人 坦克损失73辆 其中40辆被以军缴获 在戈兰战线 苏军五名军官被抚 据报道 苏军军官是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和指挥战斗的 五 达阳注视着华盛顿和莫斯科 战争的末期指导是困难的 如何进攻戈兰高地 而又不知引起苏联介入呢 达阳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 在空军的强大支援下 向整个高地进军 战斗发起后 下达的第二道命令是 不得越过飞军事区 从九日晨至十日下午 内阁就进入戈兰高地的县度讨论了四次 这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呼吁停战有密切的关系 十日十一时三十分 达阳召见北部军区司令 只是以库奈特拉为前进的最终界限 而后立即转入防御态势 十日下午一时 以军全面占领库奈特拉 就这样 以色列通过末期指导 驾驭着他的军队 以免约束北部军区的行动 声明他无意占领大马士革 以免将戈兰高地抓到了手中 6月9日 以军在戈兰发动进攻后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 对以色列来说 战场有两个 一个在联合国 一个在戈兰高地 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丸弄需了解本国政府意图的手法 企图使安全理事会迟迟做不出停战决议 而总参谋长拉宾在占领库奈特拉和完成已占领的戈兰地区的防御态势之前 是不想使部队停止进攻的 10日中午刚过 总参谋长拉宾收到了即将占领库奈特拉的报告 这个报告被立即发给华盛顿的外交部长埃班 安全理事会于纽约时间10日拂晓 以色列时间10日12时30分通过了停战决议 停战决议于10日下午6时30分生效 但这时 以色列已夺取了全部进攻目标 并完成了防御态势 第八节 六天战争的战果和军事上的影响 一 战果概况 六天战争以以色列空军的孤注一掷的突然袭击为开端 三小时后 胜败极简分晓 国防部长达阳战前曾判断 这次战争要达二至三个星期 世界各国的军事专家判断 交战双方将落个两败俱伤 苏联判断装备了最新武器的 阿拉伯国家军队 将占优势 而美国七代以军击败阿军 即使是阿军发动先发之人的进攻 在六天战争中 以色列得到的是四倍的领土 耶路撒冷就成 以军不可战胜的信心 同时 这次战争造成了410248名阿拉伯难民 苏伊士运河也被关闭了 遭到毁灭性打击的阿拉伯人 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国际舆论占到了阿拉伯国家一方 以色列所以会在六天战争中取胜 历史地看 是他的国防军二十年建设的总成果 从军事上看 归功于他的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优越 具体地说可归纳为三点 已实施了先发之人的突然袭击 二初期即获得了止空权 三主动地运用装甲部队 这三个原因 多有赖于他的军队的高度的作战效率 和军事首脑机关的统帅能力 以军指挥官灵活 主动 进攻精神旺盛 这些特点 是从连长到总参谋长 各级指挥官所共有的 特别是高级指挥官 与阿拉伯国家的相比 无论是制定计划能力 还是应付不测事态的快速反应能力 都要高出一筹 而且武器的改进和综合运用能力 也很强 总参谋部统一了以陆军为主导的路 海、空三军 成为联合作战的基础 而阿方特别是叙利亚军队之所以失败 可举出统帅部缺乏统帅能力 部队训练不足 没有一套完整的作战原则等原因 二、对战后军事的影响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 国防上一直存在的弱点 是受到北部的戈兰高地 东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和南部的西奈半岛 加沙地区的威胁 通过六天战争 以色列新占领了这些地区共8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它原来的领事20622平方公里的四倍 在这次战争之前 戈兰高地的火炮不断地轰击约旦河谷 卡勒基利亚的约旦炮兵 甚至江地中海都收在射程之内 完全控制了以色列这个只有11英里宽的狭窄的颈部 埃及空军从阿里什机场起飞 用不了6分钟就可以轰炸特拉维夫 以色列民族2000年来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为约旦所分割 在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 以色列人谁都体验到了边界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不利 因此对国防上的弱点就特别的敏感 现在以色列开始面临新的重大问题 那就是如何保卫6天战争的140个小时战斗 所得到的四倍领土 制定什么样的占领政策 如果说巴勒斯坦战争及其后来发生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属于创业之难 那么6天战争后的问题则具有可以说是守城之难的性质 国际语问不必去说 这已由1967年11月22日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决定 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退的决议所代表 事态还严重到阿拉伯一方已下定不收回领土 势不把休的决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力量日盆壮大 苏联和捷克等六国宣布同以色列断交 在国际上 舆论是严峻的 警告以色列不要重蹈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不得不从西奈半岛撤退的覆辙 在国内 人民的意识向追求舒适的方向变化 68年经济有了好转 国内掀起了一股旅游风 在这种情况下 守城南的问题产生了 而这种内外条件下产生的守城南 有作用于国防战略 昔日的攻势战略被防势战略所取代 以色列要保住占领的地区 而阿拉伯国家企图夺回被占领的地区 双方互不相让 尖锐对立 这又成为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的大原因 当然不可忽视 美苏争霸中东的背景 这个缓和政策掩饰下的世界战略的存在 三 阿拉伯国家的败北和战后汲取的教训 反过来看 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会在六天战争中打了败仗呢 由于这个问题影响着第四次中东战争 所以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 对于阿方的失败原因 现在人们正在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战略上看 主要是阿方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军队 执行了允许以色列首先进攻而后 自己转入反攻的后发之人的战略 军队士气不高 训练不足 更重要的是对战争缺乏准备 据说直到开战前夕还没想到打仗 纳塞尔总统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的1967年5月22日 失查了西奈半岛的基地吉父加法 宣布封锁地狼海峡 这个重大的决定 是苏联基于其中东扩张政策 进行唆使和煽动的结果 用乔安 金奇 美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 同代为 金奇合逐 命运的冲突 阿拉伯人同犹太人的战争 与以色列国的成立等书有的话说 六天战争的失败 原因不单在阿拉伯国家 还在于克里姆林宫对形势的错误 判断他们对埃及 以色列以及美国的政策 全都判断错了 苏联人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是他们判断 无论在战争能力上 还是国内情况上 以色列都不可能决定开战 这个痛苦的教训 促使他们对埃及 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援助 到6月5日事件 五周年纪念日时 他们对埃及的援助总额 据说已达80亿美元 关于军事上的直接拜因 也有人将六天战争的失败 归结为是苏联的作战原则 战术教程以及装备本身不好 利奥 海曼就曾在1968年11月的军事评论 上表示过这种观点 但是 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证明 不用说作战原则和战术 就连武器也都应该与本国的居民 地形 气候 资源 社会经济因素 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潜力相适应 埃军在1956年的苏伊世运河战争以后 摒弃了德国式作战方法 转而采取苏联式作战方法 在西奈半岛垮掉的两个装甲师 和五个坦克旅 大字坦克小支携带等 全都是照搬苏联编制装备表上的一套 这样一来 明明是在沙漠使用 坦克却具有两栖能力 明明是在炎热地区 却装备有除雪设备 明明是在建不到一棵树木的沙漠作战 却装备有带有动力的伐木具 沙漠上没有什么河流 坦克却携载着浮桥 反之 沙漠作战所必不可少的推土机 以及坦克运输车辆等却 全然没有装备 为此 坦克不得不先一火车运到阿里什和坎塔拉 然后再依靠自己的动力 横跃数百英里的沙漠 在这个过程中 坦克事故频出 到达战场时 各营的战斗力 以捡到编制表上规定的坦克数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而以色列军队却不同 他们将坦克运输车辆作为必不可少的装备 四个装甲旅从约旦方向机动到戈兰方向 才只用了一夜 但是 以军坦克在战斗行动中的行驶时间不长 规定维护良好情况下的标准是100个小时 实际在西奈半岛只达到60个小时 在约旦战线50个小时 在叙利亚战场40个小时 其次是战术原则上的缺陷 正如我们在埃军吹嘘为坚不可摧的 阿博奥格拉的苏联市三线欠豪阵地上所见到的那样 阵地的一侧防护不严 以至后来为沙龙将军的部队所包围 阵地首先从一侧崩溃 在这次战斗中当了俘虏的一个埃军营长抗议说 以军太狡猾了 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从正面进攻呢 这使人感到埃军的教条和民族的耿直 据说苏军在进攻行动中习惯于在接地前 将部队称一字队形展开进入战斗 这种倾向在埃军中也见得到 总之 埃军不像以军为养 采取360度全方位的战斗态势 而是容易采取现于某一正面的战斗态势 在坦克的运用上也存在问题 通常把坦克配置在掩体中或者铸成阵地后方的障碍中和反斜面上 这样就夺取了装甲部队的最大长处机动性 这种运用方法同德苏战争中 库尔斯克会战的坦克运用方法如出一辙 另一个缺陷是将坦克分为三群 分别使用于突破、支援及扩张战果 这就要求具有相当的训练水平才能协调 而埃军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在炮兵运用上 埃军恪守苏联式的集中运用原则 射击任务由上一级司令部赋予 经常使用的是标准的射击不动拦阻射击 徐进弹幕射击或指向同一目标的集中射击 但在中东沙漠 同重视速度和起习的以色列装甲部队作战 这个原则是行不通的 实际上 阿博奥格拉的要塞阵地后方的七十门火炮群 于开战第一天午夜十二时许就遭到了 以军散兵部队的夜袭而溃散了 厌恶夜间战斗 这也是阿军的一个特点 但到第四次中东战争时 阿军的夜间战斗能力 却以崭新的面貌表现出来 4. 以军的原则 以军的地面作战依据的是HRSH原则 HPSH是突破、追击、坦克战斗 歼灭几个希伯来茨的缩略语 它主张在战斗的各个中间阶段 不是分散的使用部队去完成各个任务 而是集中的使用部队倾全力去完成上述四项任务 机动作战是这个原则的核心 具体的实施方法是 装甲部队既要在地火下修复坦克、后送伤员 又要在前进中补充油料 但要还要不失实际的变换前进方向和调动部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进攻方向之容易变换 是因为乙军炮兵实现了自信化 而且炮兵的连长、营长与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同乘一辆车 他们还有权下令射击 这就是火力和机动有机的结尾议题 能够随时根据第一线需要迅速使用火力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 乙军的牵引火炮 未能跟随装甲部队在西奈半岛的前进 这个痛苦的教训促进了其装甲部队和炮兵一体化运用的实现 看来 战争总是把军队的强点和弱点不偏不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上面 我们简要叙述了六天战争的战果和阿方的失败 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原因并不等于以色列的获胜原因 以色列六天战争取胜的原因 我们可以到以军战斗力的三根支柱 卓越的空军 优势的装甲部队 迅速的动员体制的周密的准备和主动的运用上去找 当然还有情报工作的密切配合 在六天战争爆发之前 聚开战还有20天的5月16日 以色列就记起了他的传家之宝 下达了预备一动员令 这时 他的部队的编组已经完成 最后的一次演习也已结束 以色列决心开战了 自古以来 完成兵力展开的一方所发起的进攻 总是将进攻一方所希望的作战形式强加给对方 在很多情况下 这也就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以色列完全理解毛奇的这个原则 因此 事前完成动员后发动的六天战争 就好像闲上的剑 在瞅准时机之前 度过了20天的紧张的战前准备时间 这同第四次中东战争相比 是很大的一个不同点 从中似乎就可以寻到深刻的经验教训 萨达特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曾对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中东调查 的高科产下团说过 六天战争中 阿拉伯国家蒙硕的屈辱性失败 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从六天战争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六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埃军走的是重建和企图收复失敌的路程 在这个过程中 埃军确立了以量对质的目标 即以基于阿拉伯民族人海战术之量 对付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基本要素 空军、装甲部队 动员体制及情报活动支支 1973年4月21至22日 阿拉伯国家军队参谋长于开罗召开会议 伊斯梅尔将军在会上举出的乙军的四个强点是 掌握空中优势、技术熟练、训练素质好 有美国的及时支援 弱点是后勤补给现场、兵力分散 人员损失造成的影响大 不是于打持久战 会上研究了如何在避世就须的前提下 对以色列作战的问题 六天战争的教训给第四次中东战争提供了借鉴